业者细心的在巧克力刷上食用散粉 利用饼干及糖球作为周边装饰 再将脆麦片比拟沙滩撒在蛋糕上 呈现丰富的海洋世界 最后再将生日插牌放上 这个梦幻美人鱼客制化蛋糕就大功告成 不管是装饰的逼真程度 或是蛋糕本身的口感 视觉及味觉都让消费者感到相当满意 我觉得收到这个蛋糕会有一种专属的愉悦感 因为朋友都是客制专属要给我的 我会非常开心 是我喜欢吃的口感 因为吃起来不会太干 是比较入口即化 不会说吃了一定要配茶 业者以口感绵密的戚风蛋糕 以及新鲜当季水果作为基底 在根据顾客的需求 制作各种主题的蛋糕 因为蛋糕经常需要呈现缤纷的色彩 许多顾客会担心色素的问题 因此业者不惜成本 购买由美国进口 规范合格的色素 更为了呈现每个主题的逼真 使用成本较高的模具转印 以化口性较高的白巧克力 刷上光泽性高的食用散粉 来制作装饰品 业者说 每个客制化蛋糕就像艺术品 完成时会很有成就感 而顾客回馈给他的满意度 也会让他觉得很开心 我们不希望外面的甜点那么 就是不像外面的甜点那么甜 然后自己可以做出自己喜欢的样子 然后因为我们也拿手这一部分 所以就会希望 就是像客人有各种需求找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尽可能的去完成 他们喜欢的东西 就是我觉得做客制蛋糕是一个任务 就是有完成 然后他们有喜欢有满意的话 才算是我们这颗蛋糕 真的是受出 就是受出的意义啦 就是一种使命感吧 应该这样讲嘛 对 就是还是希望把东西做好 而不是做完 不只客制化蛋糕 业者还推出常态性商品 上市有焦糖豆 布丁及轻乳酪 三种不同层次口感的焦糖布雷轻乳酪 食用得到抹茶及万丹红豆 吃起来不苦涩 但具有抹茶浓郁香气的抹茶红豆重乳酪 酸甜适中的柠檬馅 加上瑞士蛋白霜 口感十分滑顺的法式柠檬塔 以及坚果香气十足的 法式榛果巧克力塔等 这些商品也很受消费者欢迎 都不会很甜 我喜欢吃它 现在的人很喜欢 就是比较养生嘛 然后就是不爱吃太太点 它又有 就是造型都很漂亮 我吃过他们蛋糕非常好吃 口感非常绵密 吃了不会很甜 口感刚刚好 很适中 吃起来会有幸福的感觉 业者说会经常利用时间 学习绘制能力 希望能依照顾客的需求 制作出更写实逼真的客制化蛋糕 业者采预约订单 并没有经营门市 但他的好口碑 不但增加了陌生订单 顾客回购率也是颇高 如果您也想递购专属的客制化蛋糕 或许这家甜点工作室 是个不错的选择 屏东新闻 施星亭杨正义采访报道 就是这一家的天啊 一家的治安 公布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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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